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 原副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上网课就用原副导 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业 植物不易改善神圈乏力 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业 邀您继续关注 开讲了 说得特别好 但是我看您这一直站着这边 也挺累的 就是 要不咱们一起坐一下 对 应该坐那个小样子 不是 我回不来了 腰扯着 小样非要坚持 每次医学专家来开讲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问题 一定大部分是求医问药 接下来我就和乔院长一块 为大家进行健康咨询解答 有请小V 来了 乔院长好 萨老师好 今天患者多吗 今天大家都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 非常的重视 同时大家也非常的关注 小萨老师还有乔院长的健康 我都已经小样非了 不用关注 放心吧 大家 其实我还知道 乔院长除了医生之外 还是一位精彩理发师 在武汉为队员们剪头发 真的是太厉害了 院长 您能帮我剪一个头发吗 你长点头发出来你先 是我这个风华的脑壳 你院长也不能坐五米之催 这张照片我还真见过在网上 院士理发店 因为其实是因为命令来得太快 大家马上就收拾行装 甚至来不及收拾行装 就奔了武汉了 所以没有剪头发 但是穿在这个防护帽里边 那么容易出汗不说 关键是容易引起感染 所以尽可能地要把头发剪短一点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理发师 所以我就赶着鸭子上架了 因为给儿子理发过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 其实是给我们年轻人一些鼓励 给他们温暖 对 让他们知道 我跟他们在一起 坐在前面那个小伙子还挺紧张 坐在那一脸严肃 实际上没有理发剪 我拿的就是平时 我们那个剪线的那个剪子 来给剪头发 所以确实难度还是挺高的 我希望没有梯田发生 所以就很认真的 然后也还希望平时 他们在照着镜子的时候 还很自豪 乔妈妈给剪的头发 还是不错的 所以看似很小的一些举动和细节 在当时可能对于一线的战士们来讲 都是莫大的安慰 非常的重要 实际上我们大家互相鼓励 互相支持 因为刚进去的时候 实际上不可能一点恐惧都没有 但是大家知道都是必须担当 应该也能够担当 但是我们怎么把风险降低到最低 同时能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技术 最大化的能够帮助到患者 当知识了 我传递过去的那么多小纸条 不知道您都关注了哪些问题呢 所以今天小V拿来的这些问题 比如说乔院长您好 我是一名医学生 今年报志院的时候 我发现像我咨询医学专业的学弟学妹 比往年多了不少 咨询最多的还是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的咨询人数并没有变化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预防医学 更多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当中 确实现在对于公共卫生 对于预防医学的认识 应该引起整个社会更多的关注 像这一次我体会就特别深 如果不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们 迅速地制定措施 社区排查 方舱医院的建立 迅速地隔离 那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胃重症 又会拥过来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大家可能对于公共卫生 有了更多的认识 而预防医学更重要 我们就发现 危重症的病房都是慢性病 因为不管是心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 不仅仅说是治疗 而且它会产生对生活的影响 所以这个慢病的预防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相信通过这次的疫情 大家会对整个的 这个医学的各个领域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谢谢小薇 谢谢 继续陪伴网友 谢谢 再见 再见 好 接下来呢 我会把时间留给我们六位青年代表 他们听完您的开讲之后 也会有他们好奇的点 想跟您交流 来 这位青年代表 你好 介绍一下你们这一家 幸福的一家三口 大老师 乔院长你们好 我们来自湖北武汉 我叫龙仁勇 这是我的爱人董玉 这是我们的宝宝小石榴 小石榴真好 小石榴 我知道了 小石榴应该也是 中国年龄最小的网红之一 听说这小石榴 就是在我们护士十四天的照护之下 成长得特别好 对 叫云抚养嘛当时 你俩也不容易 据说是在疫情期间 你们两个人都有这个感染症状的时候 恰好是妻子马上就要生产 是吧 对 对 当时呢 我们是1月28号的时候 我跟我爱人呢 就出现了这种发热症状 小孩呢 已经过了一产期 三天啊 就随时可能生产啊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呢 就是非常的惶恐 就是因为担心怕 第一呢 发烧怕对宝宝的健康有影响 第二呢 就是怕会不会有这种母体的一个传播 当时医生呢 还是给我们很多安慰 医生呢 就是马上就安排了抛物传手术 生下来小孩呀 四肢各方面都很健康 今年的那块大石头又已经落下了嘛 确实还是 医生很了不起啊 在武汉呢 这些进步 获得了更多的新生命啊 能给那么多家庭带来了希望 但是呢 有没有过对患者束手无策的那个时候了 之所以我们能够去努力 非常关键的就是有一些病人来找我 我就特别希望能帮他们 比如说2007年的一个患者 他呢就是有一个孩子 因为汗腺的这个缺乏 不断地感染 一岁的时候孩子脑瘫 一直到七岁只能躺在床上 大家能够想象得到这个这对夫妻的痛苦 家里的负担和这个病孩子的痛苦 他们希望能够生育健康的孩子 那怎么办 我们帮不了他 我们还没有好的办法 但是我们就特别地努力 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 那么像类似这样的家庭呢 就给我们动力 我们就要去探索 怎么能够通过加细的检查分析 收集更多的病例 然后去找到可能的致病基因 几年之后 我们终于能够帮到他了 因为他的这个基因 我们给他诊断出来了 终于通过做植入前遗传学的筛查 成功地怀上健康的孩子 那么当时呢 在养水穿刺做检查的时候 发现他还有一个片段的缺失 在那个时候 我们在单细胞水平的诊断 还是不准确的 那么当时他这个 在产前诊断的时候 我们就特别担心他有问题 那这个爸爸也是 跟我们一起承担责任 所以当他们有一个 健康的孩子出生的时候 我印象特别深啊 那个爸爸是一个山东大汉 他真的是泪流满面啊 对我们说谢谢 我那天呢也是从医院 走回生殖中心 说实话 身经百战的我当时 也真的是这个 眼泪就湿润了 因为觉得这样的努力 这样的奉献 而且我们承担的风险 特别值得 所以其实我也特别感谢 一个是团队一起的努力 一个是呢 其实还有患者 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 而且我始终认为啊 医患在面对疾病 这样一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 所有的成功 不是说仅仅是医生的功劳 其实患者自身没有放弃 我经常说是咱们一起去战斗 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包括小宝宝那个时候 他也在战斗 真的是 小石榴 你知道你刚出生的时候 你在网上上千万的网友 在关注着你 天天看着你 你这个长大以后 你让你爸妈 把当时这个网上的截图 画面调给你看 好的 都保存着 你是个神奇宝宝 他为什么 对 他名字为什么叫小石榴 这个有什么寓意吗 第一就是想着 他是刚好比较巧 就是真月初十 然后六点钟出生的 第二就是 当时就是想着 这个疫情很严重 就希望我们全国的人民 就是紧紧地抱在一起 就像石榴子一样 第三就是石榴 当时就是在水果当中 就真的是比较坚硬的那种 就希望小石榴 也是坚坚强强地 平安长大 所以就给他取了 石榴这个小名字 真好 一听你解释完 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是好几层 祝福和寓意 那在这里也祝福你们 一家三口 健康 谢谢 平安 顺顺利利 幸福美满 谢谢乔院长 谢谢 小石榴 再见 下回长大了 到现场来看萨叔叔做节目 好的 来看乔奶奶 对 好的 一定 一定要去看 萨伯伯和乔奶奶 好 拜拜 拜拜 石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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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乔院长好 萨老师好 你好 我叫澎湃神奇 你们可以叫我澎湃 或者叫神奇都可以 你的名字四个字 对的 澎湃神奇 对 这个名字好神奇 你有什么神奇的问题 乔院长 您刚刚在演讲当中 讲了很多关于孕育生命的问题 很多人的概念当中 把生孩子这件事 觉得是女孩子应该做的事 譬如我女朋友 就经常很不服气的说 凭什么我要自己一个人受罪 所以我就在她的威逼利诱下 做了一个分娩疼痛等级的一个体验 然后拍成了一个小的短片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十二级的等级 大家发现 现在没感觉 很单级 绝对不合脚 可惨 好 真的是好养 哎呀 痒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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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 太小吮 完了妈了 不是一心值样 恐bels cul 我下去 哭 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呀 我现在会有人后悔 五 四 三 二 一 女人真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实验挺有意义的 对 实际上就是让准爸爸能够体验到 妻子分娩过程中经历的痛苦 能够一起去对未来孩子的抚养 承担这个责任 其实是蛮重要的 所以小伙子不错 谢谢你做的这个实验 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这个体验很快预约的人会暴涨 大多数是在自己女朋友的威逼利用 威逼利用之下 女朋友和身边的朋友 经常会有摇摆不定的想法 不敢生 担心经济和心理不够成熟 无法对一个新生命负责 那您觉得这三十多年生育观发生了一个怎样的改变呢 确实是 因为一代一代人经历过的不一样 那么对生育会有不同的认识 其实在不同的年代经济条件都不是最主要的 像我那个年代我们好多这个小朋友都是在宿舍里长大的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可以吃好几家的饭 从我自己看到啊 因为作为产科医生迎接了好多新生命的诞生 很多不孕的夫妻 他们的心路历程 到他们最后为了能够拥有一个成为母亲的这样的权利而付出的努力 能看得出来 其实生育对家庭对社会确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整个的人口政策 老龄化 这个金字塔结构对于社会未来长期发展的影响 所以就是大家还得考虑社会责任啊 对 其实做父母和承担社会责任是一样的 要努力使自己具备一定的能力 说到生育观的话 我觉得近些年来也有一个变化 就是它变得更多元化 也更包容了 就实际上现在的年轻人其实选择更多了 在几十年前 中国的一个家庭 如果年轻人跟父母说 我不打算要孩子 那爸妈会疯了的 但是今天的父母更尊重你们的选择 我想说最后一句话 就是我通过了这个分娩疼痛等级这个体验之后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我做完这个体验之后 我第一时间是给我妈妈打了个电话 我很感恩她 就是生我的时候就是有点难成 谢谢你 谢谢你 这个心理上的变化和这个认知 就是一个成熟的过程 谢谢你 谢谢乔院长 谢谢萨老师 你会成为一个好爸爸的 谢谢 谢谢乔院长 一定的 下一位 你好 我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护士 我叫李思琪 是今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三批前往武汉的原额队员 这是我的小战友 欢迎你 因为我们在武汉发生了很多其实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医院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乔院长 看到他特别亲切 但是还是比较胆怯不敢上前跟乔院长打招呼 但是在武汉的这六十多天里面 我们每天都朝夕相处就觉得特别的可爱 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 所以我就画了很多小漫画来记录我们的生活 其中有一张漫画就画的是乔院减肥的故事 给他准备了一份小夜宵 他就坚决说我要减肥 不能吃这个夜宵 结果忙着忙着忙到深夜就把这份夜宵给吃了 就把减肥大忌给破坏了 减肥是女性永远的主题 尤其是我这个年龄 这个警钟长鸣 但那太好吃了 然后我干着活就一个一个的拿着就都给吃了 还有几幅小漫画 乔院还想看吗 看看再看看还有什么漫画 这个 乔院是什么 乔院是美发沙龙 这张我看过 因为要鼓励他们 必须要隔开一米的距离锻炼 但是我又怕他们不锻炼 这个工作辛苦 然后逮着花就拍花 逮着草就拍草 但是乔院最爱拍的是我们 是我们的年轻的圆俄队员们 因为我们在那边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就是北夷三院圆俄队员 咱们的护士的工作真是特别重要 实际上他们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到了武汉以后 实际上那时候各种物资都缺乏 他们还把宾馆的拖鞋 自己钉扣子 因为病人在神志不是特别清楚 缺氧的时候会乱动 会把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重要的管子拔掉 可是那时候固定的物资是很缺乏的 所以他们就用拖鞋自己制作的那个病人 制动的这个小创新非常好 听了乔院的点评之后 就觉得我的那个小发明好像有了很大的提升 其实这场疫情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是一场讨厌 但是也同样是一份特别难能宝贵的经历 让我们对医学上的很多观点都有一些变化 所以未来的生活中你们发挥这样的精神 就是为病人着想 同时呢还能因地制宜 一定会这个发挥更大的作用 加油 谢谢乔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都说女性能半边天 在这次圆乐的行动中 可能女性顶了大半边天 乔院是目前北京市唯一一位女院长 所以我想问乔院 您觉得女性在医院管理过程中 有什么优势或者不同之处吗 实际上每个医院的管理者 都会从医院对于病人服务的方方面面 包括我们的这个疑难心的技术 如何去进一步地探索 我们常规的医疗规范的建立 那么这些呢可能是我们想的更多的事儿 但是对于医院的服务应该说也是越来越要关注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女性的细腻和智慧的应用 我想其实跟男性的院长也是一样的 大家都会去想到怎么样更好的方便病人 让病人有更温馨的一个服务 因为比如说疫情期间这个楼内肯定是不允许聚集 但是呢在等候住院的时候 那么我们院子里怎么能多安一些椅子 又防晒又防雨 那么实际上是我们医院管理者一起去想办法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一点 还是你的这个服务的理念有没有到达那个高度 所以这就是有的时候问题在哪儿 如果你不想看见他 那对不起你从旁边路过一百次 你可能也注意不到他 但是如果你的心在这儿 或者你跟你的病人是能够心灵相通的 可能那一瞬间病人面对的困难 你立刻就能注意到 很感谢我们护士同志给我的鼓励 谢谢乔院 乔院长 我知道在很多这个同行的嘴里 都管他叫乔妈妈 然后在很多患者的嘴里叫您乔阿姨 刚才有一位观众写的小纸条 我就一直带上来 我想找个机会告诉您 他没有问任何问题 他就一句话 一面之圆 十分文雅 大家叫他乔阿姨 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可能代表了 大多数人心目当中您的这个形象 之前您送给我了一份礼物 我们的节目组同时说 也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是您在武汉一块奋战过的 武汉同济医院的 您的白衣战友们 给您的留言 太感谢了 这里有我们共同战斗的副产科医生 我们一起的苗苗守护群的同事 经历很多难忘的这个瞬间 我们的战友情会永远铭记下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坚信 面对病毒我们终将取得胜利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怀疑天使在守护我 谢谢你们 谢谢 也再次感谢您来到开讲 下一期开讲 再见 小飞课堂来了 两个细胞如何成为一个受精卵 一变二 二变四 不断分裂 最终几万亿的细胞 形成一个新的生命个体 生命的诞生 真的是一个奇妙且神秘的过程呀 1988年 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 咕咕坠地 听着他响亮的啼哭 年轻的乔杰就坚定了在生命体员处 进行守护的这一愿景 探索生殖医学 帮助数万个家庭迎来新生 而随着多学科交叉的发展 我们对于生命的认知 更是从宏观到了微观 23对染色体 31个碱基对 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 但你知道吗 细胞融合的过程 也是会发生基因的突变的 这就有了遗传病 由遗传物质或是致病基因所控制的疾病 甚至占了疾病种类的四分之一 早衰症 麻烦组合症 见动症 这些罕见病 在今天也不再罕见了 如何才能给生命以尊严呢 乔杰院长不断探索 植入前 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 成为了挽救新生的办法 在胚胎植入前 将细胞扩增 分离一个或少数几个细胞 进行遗传诊断 然后挑选一个 不携带致病基因的正常的胚胎 移植到妈妈的子宫里 这样一个没有疾病的宝宝就诞生了 我们目前能够攻克的遗传病 有多少种呢 乔院长说 只有100多种 还有7000多种 是我们无能为力的 对生命未知边界的探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知道吗 新冠病毒来袭时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与病毒进行着殊死搏动 人类在物种进化的潮流中 在一次次的战役中 进化细胞 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相信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 生命可以被更好的守护 那么现在就请大家和小微一起 力所能及的守护好自己的健康吧